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沙群岛上重新部署空气9导弹 严重侵犯了越南的主权 越南要求中国立即停止这些错误的行为 撤回非法部署的武器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 中国对南沙群岛以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在自己的岛屿上部署必要的国防设施 是每个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 中国外交部表达的意思很明确 我们在永兴岛上部署防空武器 目的是住建自己的国防 而并不针对任何国家 如果对方没有侵犯他国的意图 就不必担心害怕 或许很多人会关心南海问题 但中国是贸易大国 有权利 也有义务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这一点无容置疑 看到这里 我们需要普及一下 中国永兴岛的历史 以及越南外交部的武力要求 首先 最早到达并开发 永兴岛的是中国海南先民 特别是在之后的唐宋元明清时代 西沙群岛上不仅居住有中国运营 而且在我国宋朝的版图中也著名了永兴岛归属中国的事实 时间到了清朝宣统年间 广东海就赶赴西沙群岛开叹 并刻悲升旗 宣誓了主权 上世纪三十年代 越南被法国殖民持期 法国军队抢占永兴岛 后来又被日本夺走 1946年9月到11月 中国军队再次登上永兴岛 并树立了中国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的纪念碑 长话短说 通过以上即可看出 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但却屡次遭到侵略者的抢占 所以一些无耻的国家 甚至现在还在宣称对永兴岛拥有控制权 这里就包括越南 1974年 中国海军为了维护主权和越南爆发了著名的西沙海战 最终以牺牲18名战士的代价 夺回了属于中国的西沙群岛 2012年6月21日 经过物院批准 中国撤销了海南省西沙群岛 南沙群岛 以及中沙群岛的办事处 正式建立三杀士 市政府入驻西沙永兴岛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 中国对西沙群岛 包括永兴岛在内 都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同时 目前的永兴岛 也是中国在沙市政府所在地 我们部署军队以及国防设施 也理所当然 他国要求中国撤走自己领土上的国防设施 纯属无稽之调